雞梅吐司 雞梅 雞梅的部分它是不加牛奶 所以你可以很純熱的吃到 它湯種帶出來的那個賣味 小麥的味道 從我的舌尖 一直衝到我的鼻腔 我是朱莉 我是冰芳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哪裡去嗎 就是大阪最紅的網美店 我們來到呢 Sakimoto Bakery 這間不得了了 即將進軍台灣 我們搶先試吃 告訴大家有多紅 我跟你講喔 你打開IG 然後搜尋大阪景點 絕對會跑出兩千折以上 這間的LV啦 對 東西在我們前我們要趕快先吃了好不好 欸等等洗手洗手 等一下 他們超天心啊 還準備了酒精 對這個防疫情節啊 這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來來來洗一天而已 一來我烤得跟牛排套餐 第一次烤到土司 只要喝這麼多醬 沒關係我們先歡迎 我們三期的小天使 好嗎 一番教我們怎麼吃 昨天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已經有選了我們家 吐司的口味了 對對對 這個是雞梅吐司 雞梅 雞梅的部分它是不加牛奶 所以你可以很純粹的吃到 它湯種帶出來的那個賣味 賣香味 然後這邊點的是我們的吉森吐司 有有有 吉森它加的就是我們的北海道的鮮奶 所以你可以吃到它的口感比較滑順 比較比較甜味的 所以你看看起來是一樣 其實學問大不同 對 右邊這一排的醬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嗯 果價的部分我們 進了日本差不多15種的果醬 搭配的時候你可以從15種 再選了三種你喜歡的口味 對 所以來到我們Sakimoto的Bakery 就是一個套餐 然後你可以加購你的這個果醬 可以自由拉麵 對對對 謝謝我們小天使 好的 李凡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自己動手了 來吃吃看 我們應該先吃原味啊 煮口 我跟你講 小麥的味道 從我的舌尖 一直衝到我的鼻腔 所以我剛剛咬下去有那個卡滋卡滋的聲音 對啊 對 它旁邊是膠帶的聲音大家不要誤會 好不好 我先給大家看 這裡這裡這裡 你看我聽那個 你們聽那個聲音 有沒有 好厲害 應該有聽到吧 妳的那個怎麼樣 我這個啊 它的表面真的是超級出口 而且你知道吃吐司 最重要的就是吐司邊 吐司邊一點都不會乾 而且我這個奶味比較重 真的嗎 有一些奶味會太重 然後你就知道後面就覺得好嫩喔 我跟妳講 真的是剛剛好 這個牛真的很好吃 還是清爽 嗯 要不然就可以吃完一整條 對 蛤 這麼多 太多 超冷的 蠻像啊 欸欸這黑色是什麼 這是 黑芝麻珍珠 我跟妳剛剛的果醬都很特別 弄完之後妳會覺得珠光寶氣一樣 就很像背了LV 對 再來這個是 金豬的 陳茵蜜蜜蜜蜜 我也有吃 而且它裡面好像有點奶香欸 欸它口味很獨特 就是一般那種 其實妳一般吃不到這種果醬的味道 它其實不太像是那種魚字膜 就是那種很深的 那種很 這個很好吃 他們果醬是不是有在賣 對有 有單獨賣果醬 我跟你講各位媽媽們 你們買回去給自己的小朋友吃很好吃 固樣口味 其實民芳在大阪的時候都吃 對啊我有去欸 可是我那時候超純的 怎樣 我就跑錯家 我只跑到那個有外帶這邊 而且聽說它外帶都弄得很漂亮 對 它連土的包裝其實都有設計過 就是它日本它的環境 其實跟台灣的沒有差別 什麼意思 就是它也是以水族的牆 搭配木 對啦它等於是完美的 完全的複製 你看我們今天來今天 出現很多人 超多的男人 已經排到那個捷運站門口 我們坐在這邊是都很不好意思 Saki-san 我覺得它很感人 沒有感人故事 對 它女人會過敏 對會過敏 所以它花了兩年時間研發了 沒有加蛋 沒有奶的土吃 就是這個 乒乓變成 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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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乓乓乓 乓乓乓乓 乒乓 乓乓